解放军三款利器相继公开,这一连串组合拳弄得西方措手不及。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,我国在军式武器方面的技术更新也极为迅速,不断地有各种新式武器装备于我国的各个部队,在这些武器中093B型攻击和潜艇,东风-26多功能弹道飞弹,肩-10C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三款是我国新型武器的代表, 也是其他国家最为关注的对象。因为这三款分别代表了我国海、陆、空三方面的最新武器。 093B型攻击和潜艇照片和资料的曝光,就引来了各个国家的关注。 在国外还在震惊中的时候,我国又有重磅消息传出,代表我国空中和陆上新锐武器的东风-26多功能弹道飞弹,肩-10C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又相继服役。 这一消息,让西方国家措手不及。 093B型攻击和潜艇 通过新型武器的隐身性更强。通过新的研发,093B无疑成为了我国在海上的一个隐身杀手。 093B已经有了如此强悍的性能,那与之并列的肩-10C和东风-26多功能飞弹当然不会逊色。 坚-10C是一款多功能战斗机,也是在以前战机的基础上来研发的,在战机的航程和打击精准度上有了新的突破,并且携带了包括反辐射飞弹、雷射精确制飞弹等多种新式武器,这标志住我国战备能力进一步增强。 东风-26飞弹突破性的将弹道飞弹和巡航飞弹的飞行进行了融合,成为一种新式的弹道飞弹,独特的飞行方式可让它的轨道无法预测,突破防御的能力更强。 这三款武器成为了一套完整的组合,使我国的战备系统更加的完善。 让世界各国看到了我国的飞速发展,也让妄图侵犯我国主权的国家看到我国的实力,提升了我们国家的威慑力,用强大的实力告诉他们如今的中国不容侵犯。 Kia 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Zoom WhatsApp WeChat Line SM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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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